我们三个基本上都去过版纳 然后但我们最后都回到了大理又在这长区 那为什么你又回到了大理 那刚才我已经听你在讲 我记得然后你的朋友圈当时也在发这个漫长村 就感觉像是独立在另外一个先进了 但是这个漫长村要从景洪市区 或者是我们自驾怎么去的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第一次听到那个漫长村 其实是因为那个综艺 那个爸爸去哪 然后后来慢慢都被试人色了解了 然后如果自驾的话 开车就是差不多走一段高速 然后40分钟的路程就到达了 然后你平时要是坐高铁飞机 高铁站的话到野相谷站 然后距离漫长村的话 只有个两公里就到了 就很方便 然后门口那高铁站门口的话 也有四家区带你过去就行了 特别方便 我记得我有朋友好像从大理骑摩托过去的 然后一直骑到漫长那边 对 吴老师也去过 去过 起了四天 大理到那个板纳那么远呢 他应该是路不太好走 那个不太好开 不太好开 如果你说走山路的话 基本上要开连续开两天 就是又开十几个小时 是 然后不过现在好了 就是我一月份 一月份的时候又去了一次板纳 然后那时候去的话 都全程通高速了 然后通高速的话 差不多八到十个小时也能到 我们刚才也讲的怎么去 那漫长的怎么住啊 那边都住什么 漫长住的话 嗯就是漫长的话 他也有像客栈类似的民宿 嗯 基本上造价都是在八十到一百多块钱一晚 就是住一晚的价格 对 那我看那个好像网上订不了 要到那块再找 对 美团啊 邪城啊 都他们本地人都不太会用 因为都是本地人 不可能说我们外地人去开个民宿吧 嗯 所以说就是去寨子里 嗯 就是进寨门之后 入口处都有两家客栈 然后反正是寨子很小 然后只有三条路 基本上半个小时能转完了全个寨子 但是的话 在里面住 本来就是我们要慢慢体会 慢慢感受来说 嗯 吃的话 一般就是你住哪家客栈 他会负责你吃 只要说你订什么菜就行了 就是他们都有每一个客栈 基本上他有一个大的历史冰箱 你来自己挑你吃什么菜 他给你做 平均的话 每人的话就是30到50中间 嗯 但是的话你要是忘记的过去 肯定人家会抬高物价 之前我有朋友是在去年就是泼水节前后过去 他房间也是在200多一晚上 然后像一只烤鸡我们当时吃就是4040块钱 他去吃都是180 哦 所以说也要分季节去哦 嗯 克里斯你在那边也是靠近寨子吗 在工作的那边 嗯 在一个很大的镇上 哦 蒙泽镇 嗯 以前也是现一级吧 后来被降了降成镇 有降成那个镇了 镇 但还是很大 你的那边有没有吃过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 那肯定是烧烤了 烧烤 遍地都是烧烤 而且真的很便宜 哦 比那个景洪要便宜多了 好像人生一串的那个时候 好像去过一个地方 好像是你的那边孟海那边 嗯 那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 对 就是无论是外地人还本地人去 都吃烧烤 你们有没有试一下那个沙撇 那边的 沙撇啊 我不太敢试 哦 对 他们沙撇反正也很分很多种 对 很多种 那边的话 你那边的物价大概什么样 感觉 那边物价还好 还挺便宜的 如果出去吃饭的话 我感觉 就下馆子 对 嗯 甚至比达里还要便宜吧 因为我出的那个地方 它不是一个大城市 嗯 没有很多游客 大家都是生活的 嗯 对 都是生活 那如果大家想要去板纳旅居一段时间的话 你们更推荐 怎么个搭配 我觉得可能现在板纳里边待一段时间 然后再去寨的里边待一段时间 对 景红的话你肯定要在景红好找 待一段时间 嗯 然后像现在旅游业也比较发达 甚至的话 他推出了一些常住客人 嗯 就是一些房 像客栈呀 像大理一样 就是像你住一个月多少钱 嗯 然后寨子的话 你像如果你感觉八十一万不划算的话 嗯 也有四百块钱一个月 嗯 八百块钱一个月 那些房金 嗯 这些你都可以在两个地方 然后在市区在寨子里分别体验一下 嗯 这样我感觉比较合适 嗯 因为我第一年来大理的时候 然后那个房东两个小夫妻 然后他们后来就去板纳 天冷了 然后又搬到板纳那边待了一段时间 他们租的好像是一个小别墅的这种 说是别在别墅区里面 好像也不贵 和大理在这边大理租个院子的价格差不多 嗯 都有 慢慢找 然后今年我记得还有就是板纳 去板纳养老的那种 推荐的也特别多 对 嗯 但他那边现在好像房价还比较便宜的 还算好像是 但是 跌了好多好像 但是在大街上 嗯 不知道那房子是真实存在还是假的 嗯 反正你走 走两步都有人在那卖房子 嗯 拿个iPad 或者拿个大的宣传单 都给你说美女多少 多少多少钱一平方 哦 对 景洪特别多 景洪这两年房地产 就是起伏很大的 嗯 那前几年房价一度都到了多少了 我看了一段 可能就是最高点了 但是从疫情开始又降回去好多 降了好多 对 他们自己人说就降了一半 对 有很多地区降了一半 嗯 但据说是因为那个铁路要修通了嘛 嗯 从板纳那边一直修到那个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那条 嗯 还贯通了 他说那个房价有可能还会再涨了 嗯 那像我们 我们三个基本上都去过板纳 然后 但我们最后都回到了大理又在这长去 那为什么 你又回到了大理 哦 我是因为去年做这个行星一战嘛 所以说就回来了 而且大理还是很舒服 但是不说这个 那其他的方面呢 其他方面 大理和板纳 那边都是很少啊 嗯 板纳那边都是很少 而且 我觉得太热了 嗯 实在是不大习惯 因为他很像 他就是热大理区嘛 嗯 我从来没待过这种地方 而且吃的也不习惯 吃的不习惯 对 还是这里舒服一些 那如果你 让你选板纳和大理 你更喜欢哪个 板纳可能是适合旅居去居住个一个月 大理的话是一年四季都可以 过冬适合 对 去过冬 像板纳的话 他适合的月份就一两个月 嗯 其他时间都很热 然后大理就是一年四季如春 就像我们就是平时穿的衣服都比较舒适 嗯 然后还有就是 像板纳的饮食文化 就主要就是吃烧烤喝啤酒 嗯 然后我个人的话就是喜欢吃点炒菜喝个汤包个汤 所以说更感觉大理更适合我 嗯 然后大理的话人文呀包容性啊 反正对我来说 会更强一点 嗯 因为大理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然后板纳更多的话就是本地存在的 嗯 像我感觉的话 那我感觉的话就是大理这边 像这种有意思的年轻人 还有这种年轻人这种社区文化呀 各种什么沙龙日活动 还是更比较喜欢在大理 但是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可能冬天去板纳过个冬也挺好的 对 或者清静一下 嗯 嗯 但是如果大理冬天没有这么冷的话 我还真的是喜欢一直在大理 对 好了 那我们这一期的访谈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 呃 你最你在板纳的时候旅居有什么见闻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了 那我们这一期就再见了 拜拜 悠悠们 拜拜